看國際消息 超強颱風鴛雨 吹襲菲律賓北部 中午時掠過雷宋 最少一群死亡 幾千人要疏散 當地農業部警告 颱風可能會令稻米嚴重失收 陳婉勇報導 鴛雨是近年吹襲菲律賓最窮的颱風 鴛雨中午前在雷宋登陸時 風力高達時速200多公里 在首都馬尼拉和雷宋一帶 所有學校停課 飛去馬尼拉的航班 飛去飛乎全部停航 當地大部分村民都住在鐵皮屋 當局擔心颱風會摧毀房屋 較早前已經疏散近3000個居民 到安全地方站備 在雷宋有主要公路出現山梨傾瀉 亦有農夫爭點被洪水沖走 菲律賓至9月起 已經先後被多個颱風吹襲 農業部說只是收割了三分之一的稻米 鴛雨吹襲時正好是稻米收成的高峰期 農業部預計 鴛雨吹襲會導致最少6成稻米失收 鴛雨是20年來吹襲西北太平洋 和南海最強的颱風 鴛雨環過呂宋海壁之後 會靠近華南沿海 為當地帶來大風雨 亞洲電視機 陳婉勇報導